四川成都金塘縣空拍畫面 本煙成汪洋一片 多個地段 煙水嚴重 就怕受暴雨影響 被滾滾洪水沖垮 暴成鐵路 浮江鐵路橋段 還出動兩輛千頓重的列車 行駛而過 試圖壓住鐵路橋墩 連日來的暴雨 更讓四川災情頻傳 這一次四川招逢暴雨 綿羊成都廣源等13個市 62個縣都是受災區 共造成93萬人受災 3人死亡 緊急轉移10萬人 經濟損失打110億元 而甘肅同樣災情不小 一百零萬人受災 12人死亡 經濟損失打64億元 大陸更啟動國家四級救災 應急響應 在人心惶惶之際 也出現了川著附會的傳言 認為這一切都是因為觸怒 震水神獸 所謂震水神獸 正是眼前這隻死犀牛 2013年出途 兩年前移交成都博物館展覽 當地民眾就認為 正是因為移動了這隻傳說中的神獸 導致大水沉災 應將古文物放回原址 官方人員則回應 目前人缺乏資料證明 該死犀牛是震水神獸 成都文廣局也出面闢謠 也讓古文物意外成為焦點 記者影片與綜合報導